一处草地上 人们正在聚会 忽然狂风大作 人群被吹得四散奔逃 路边两个简易厕所也被强风推动 撞向车尾 其中一个瞬间腾空而起 跟着小龙卷风飞到空中 肆意抛洒着它的存货 正当人们慌忙躲避时 另外一个厕所也飞入了天际 而另一处住宅区则更为凶险 这里风雨交加 电闪雷鸣 肆虐的台风不仅能把房顶吹跑 就连屋外数吨重的沉重拖车都被轻易掀翻 可旁边草地上两把塑料椅子却困然不动 它们或站或躺 安静地待在草地上 令人嘖嘖称奇 但仔细观察风向会发现 大风是从屏幕右上角吹向左下角 而这两把椅子的椅面和靠背正好与风向平行 这是不是它们纹丝不动的原因呢 是 但又不完全是 观察四脚着地的椅子 虽然风正好吹向它的侧面 造成靠背和底面的迎风面积很小 但两个扶手却是正对风向 应该被气流侧向推动而翻倒才对 但扶手并不是一块平板 而是充满孔洞的隔山 气流穿过孔洞时 会在隔山后形成微小的窝街 这些脱体窝向后运动不断扩大 汇聚成了低速的湍流 造成椅子底面上侧的气压高于来流的静压 于是 底面的上下表面受到了向下的气压差 而这个向下的压力对支点形成的回正力矩 大于扶手隔山上气流动压制造的倾倒力矩 因此椅子就这么被压在地面上 而旁边没有扶手的椅子 气流会直接穿过底面 虽然这个下凸的底面能像机翼一样产生向下的生力 可是它和气流没有引脚 生力系数很小 下压力十分微弱 同时 靠背又和气流有一定夹角 受到了较大的气流动压 所以向后倾倒的力矩占了上风 一旦椅子向后翻倒 就造成下凸的椅子靠背和地面之间 形成了收敛扩张型流道 使气流穿过时先加速再减速 形成了低压区 因此 向下的压叉又将靠背生生按在地上 看来有扶手的椅子既高一筹 通过隔山来减弱风速 提高静压 产生了足够的下压力而原地不动 根据这一原理 福建平潭海峡大桥的桥面两侧 也安装了整排的钢制隔山 遇到台风时 气流就像穿过椅子扶手一样 在隔山后面形成低速的湍流 从而减弱了桥面上的风力 同时 隔山不仅承受的气流推力较小 还避免了实行挡风板在桥面一侧制造的卡门窝街 因此消除了窝阵的风险 但反观愚蠢的厕所 他们以为自己个头大 狂风就无从下手 最多是被推着移动而已 谁知一个撞在车上后 不仅顺势离地 而且厕所门也打开了 这一下 鞋箱上的气流 可以直接推动厕所的底面和顶面 轻松将它抬起 随气旋上升而去 而另一个也一头撞上了电话亭 同样破损漏风 顶面敞开 于是 气流继续如法炮制 将它和其中存货一起带向空中 根据这一教训 给汽车侧面安装可升降的倾斜钢制裙边 在龙卷风扫过前 将裙边放下紧贴地面 这样在龙卷风螺旋上升气流中 它就没有任何迎风的水平面暴露出来 因此不会受到气流向上的推力 从而避免了厕所因爆裂而升空的结局 同时为了防止被吹的侧翻而暴露出底盘 还要用前后四个带尖头的液压杆 插进地面来对抗侧面的倾斜力局 这就是一辆龙卷风观察车 爱好者们会将它停在风眼附近 等待龙卷风扫过 然后躲在顶部的观察窗里 欣赏壮观的风眼 这些案例说明虽然我们势单力薄 但可以像椅子一样 巧妙利用自己的特点 通过顺应趋势来接力打力 从容对抗狂风咒语 同时也要避免像厕所一样 有恃无恐 不自量力 最终只有一落千丈 存获横飞的下场